原标题 他是最大的红色间谍 最后时刻又立大功 还全身而退 1948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三大战役的决定性胜利 蒋介石的五大主力以丧尸殆尽 蒋家王朝已濒临土崩瓦解 在蒋介石身边多年的郭汝辉 很清楚老蒋的为人 每当打了败仗的时候 总要迁怒于人 这次当然也不会例外 郭汝辉已经隐约感觉到 有人在背后说了不利于自己的言语 老蒋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信任自己了 于是 他产生了要演就辞职 早日脱离狼穴的想法 而且看到解放军在各个战场节节取胜 夺取全国胜利以示指日可待 他希望早日离开黑暗腐朽的蒋家王朝 奔赴功名和充满希望的解放去 因此 便趁着何英心在1948年12月24日离职 徐勇昌接任国防部长的机会 递上了请求辞去国防部第三厅长职务的报告 自1948年10月以来 郭汝辉曾再三请求任连儒把自己的心愿 转告组织 任连儒的公开身份 是川岩银行上海华山路办事处主任 真实身份是中共秘密党员 经常来往于南京和上海之间 从事地下工作 负责与郭汝辉单线联络 任连儒在向组织请示后 向郭汝辉转达舍 与其到解放区去 不如想办法争取去大西南 组织上认为 解放军扫平江南不会遇到坚强的抵抗 但是蒋介石必然要妄图巩固西南 西南必将有一场恶战 你能设法举行起义 瓦解敌军 影响战斗进程 其作用和影响 不是比到解放区去更大吗 接到党组织的指示后 郭汝辉就去找辞职前 曾立劝他留下来的国防部参谋总长顾铸彤 请其给予关照 并表示了想到 部队去出任军长的议论 顾铸彤非常惊讶 说别的军长早就想脱身溜走 你怎么还想当军长 这明明是自讨苦吃吗 为了不让计划要落空 郭汝辉赶忙慌慨激昂的说了 一通失死 效忠党国之类的好言 状语 顾铸彤最终点头答应 1949年1月6日 郭汝辉在总统府第三局任职的陆大同学傅亚书向他掏路 顾铸彤签成他任第十军军长的报告 蒋介石不予批准 随后又听到国防部参谋次长萧叶素对他说 总长签成一任军长 原是总统的授意 听了这自相矛盾的消息 郭汝辉心想 老蒋竟然疑心我 想让我离开机要岗位出任军长 为什么出尔反尔 不肯批准 这必定是当军长 也不放心我了 正当郭汝辉棒黄不安 无计可施时 1月10日 抿着战区司令官胡脸到了南京 准备面见蒋介石 胡脸力要郭汝辉出任十八军军长 郭汝辉极力推辞 第二天 胡脸竟直来到三厅对郭汝辉说 总统已经批准你任十八军长 望早日到职 重振十八军的军威 郭汝辉听完后心里很不踏实 他实在猜不透老蒋的心思 这是对胡脸的信任呢 还是对自己有疑心 他心里很轻 楚十八军是老蒋手中的一张王牌 是绝不会开往大西南的 随时会跟随老蒋撒往福建 台湾 真要担任了这支部队的军长 组织上交代的任务将无法完成 而且 自己还会被挟持到台湾去 郭汝辉心里异常烦闷 他再次联络了任连如 任连如告诉他 要想办法请求改条到西南部队去 郭汝辉担心这样会引起老蒋更大的疑心 没有轻举妄动 正在郭汝辉焦虑万分 束手无策之际 一个天大的惊喜 时事情有了转机 1月21日 代理参谋总长林为告知郭汝辉 总统已免去拟十八军军长 改任七十二军军长 七十二军在淮海战役 被解放军包围在陈关庄 军长与警员在突围无望之下 率部队投降 有一部分官兵逃了出来 蒋介石命令重建这支部队 并即刻开往四川 郭汝辉惊喜万分 无暇他顾 连蒋介石为何会招令膝盖 都来不及去细想 只等着任命早点下打 任命一道 哭 汝辉即刻赶往上海 告诉了任连如 二人互相拍手称贺 随即 在上海四川路一小学里设立军部 开始招兵买马 并委任自己的亲信担任师 团长 在利用关系向国防部和连勤总部 要了足能装备一个军的枪械 车辆 二月四日 郭汝辉领参谋长徐亚金 军需官王熙上 从上海飞往重庆 回到了四川 很快 郭汝辉就招满了两个师的兵员 再加上从罗广文的十五兵团拨在一个师 七十二军就成了四川境内的四个机动主力之一 一九四九年九月 解放军进入湘西 准备进军四川 十一月 蒋介石飞抵重庆 召开守卫大西南的作战会议 同时任命郭汝辉为二十二兵团司令 下辖二十一军 四十四军 七十二军和三个独立师 正当蒋介石想在成都附近与解放军决战时 郭汝辉于十二月在四川宜兵地区通电集 为解放军进攻 四川撕开了一个口子 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固守大西南的企图 反 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